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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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官学资料库去查一查我的博士论文的境况是怎么样 因为当初因为最近20年台湾所有的博硕士要毕业 他一定要把他的博硕士论文的所有的 全部的文字档全部的档案全部送到 透过网络把它输入到中央图书馆博硕士论文的 官学资料库 如果没有中央图书馆博硕士论文官学资料库的 以email给学校所有的博硕士生是没办法拿到毕业证书的 就好像是伦敦大学政经学院 你必须要有三本博士证书分别送到 LSE... 拿其他的三个单位的图书馆一样的道理 所以说最近这20年所有的博硕士论文的 整个论文都一定会被要求输入到中央图书馆博硕士论文的官学资料库 当年我也是被要求 然后才能够被学校通知说 你确实是已经中央图书馆通知了没有问题了 他们才会给我博士论文的 他们才会给我博士证书的 好 那么我就到中央图书馆博硕士论文官学资料库里面 用精准查询 精准查询 曾淼宏 第一个条件 第二 博士论文 我就去看一看 我目前的博士论文的状况怎么样 因为 以前查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昨天吵我吓一跳 曾淼宏 博士论文精准查询 结果就三笔资料 以Torgev见过水 没有不是没有我的 这个第二笔也没有我的 第三笔也没有我的 这三个人我都认识了 我当年毕业博士毕业的时候被要求我的博士论文必须 被推测到中央图书馆 现在不见了 现在不见了 诶 诶 奇怪咧 我们那个伦敦大学政经学院的贾博士真骗子 蔡英文 博士论文的博士论文 被换进中央图书馆 中文换进中央图书馆 关血资料库 所以说学校才会给我这张 博士协会证书 诶 这个东西 学生曾淼宏 在国防大学理工学院 国防科学研究所电子工程组 博士协会考试合格 才颁给我这个博士协会证书 这是中文的博士协会证书 他怕我到国外去 他帮我在一个英文的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Republic of China 的英文版的博士证书 你看当初的邱国正 这个张志强校长都有签名 这个你到国外去 你的博士证书要有人签名 没有签名都无效 什么什么Women Library 那个博士那个 那个口试通知单 口试通过都没有人签名的 我们这是有人签名的 有问题我们都可以找自己 好我们看 你看我因为前面这一张 这张博士证书 所以说我拿这个博士论文 博士证书 就去申请了一张助理教授证书 这是部长蒋伟宁 要求我这个部长蒋伟宁 只干了一个礼拜的教育部长 马英九时代只干了一个礼拜的教育部长 就被蔡英文现在这个贾博士 命令他要求他之所进退就滚蛋了 没想到这个七天的教育部长 他颁给了我一张助理教授证书 这个东西是写得清清楚楚的 夭壮现在真的是黄中毁气 瓦骨雷鸣 真痛的乞丸 真痛的博士论文被中央图书馆踢出去 这个假包的 杀你比中央图书馆 所以说我就讲了 我就讲了 叫人现在是中央图书馆在失职 还是总统府抓狂乱搞了 好 我们再回来看看 我就是因为前面这两张博士证书 我才能够拿着我的博士证书 跟我的博士论文 缺一不可 去申请一张助理教授证书 我现在仔细才看 原来是七天部长蒋伟林 他颁给了我助理教授证书以后 他就在见萨奥娜娜娜去了 资手进退了 被蔡英文这个假博士 资手进退也赶走了 现在是30分在关90分而已 我们再来看 好啦 如果说你要拿到这张助理教授证书 不好意思 你的博士论文 你的博士证书都要把它摆出来 你看看 好啦 我吓一跳 我就赶快去找出我的博士论文的原稿 The Study of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epartment of Defense Architectural Framework Products Traceability 这是我的博士協会论文 研究生指导教授 在台湾的博士協会的修读是相当严谨的了 来 看下一页 我的博士论文 我的研稿呢 你看上面还有回文真生锈的样子 我没想到 因为我的研稿 我都保存得好好的 来 我们看一下 诶 几页几页 这个国防大学理工学院 国防科学研究所 电子工程师 都对产品的追溯性建立与应用 论文口识委员都签名的 冷军序 当年是中科院的支通所的所长 他现在可能是副院长 周世杰中央大学的教授 陈子江国防大学中正理工的电机系系主任 我的指导老师 习中正 现在是中正理工 国防大学中正理工学院的副院长 刘江龙 现在是国防大学中正理工的电机系的教授 程森祥 现在是以前是德明科大 现在是台东大学的校长 程森祥教授 赵善忠是中山大学气管系的教授 全部都有签名的 所以说你就是把我的中央大学 中央图书馆的光学资料库 我的博士论文拿掉的话 对不起啦 我还是一样 我还是一样 我是博士 而且中文的证书 英文的证书 还有助理教授都在的 都在的 所以都跟我们兄弟说 真的这个政府 真的外交起刀 到底是中央图书馆失职 还是总统府抓狂乱搞了 英雄 是我刚才证书 去中央图书馆博硕士论文的资料库 去查我的博士论文 我才发现说 要求整个正常的典章系统 现在是这样 整个台湾的正常的典章系统 全部都完蛋 但是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总统府 他是带头在乱搞 为什么 因为 我觉得可能是这四年之内 他会发出不断的 议论上的带风向的 一个政治上的一户乱搞 其目的还是一样 在隐藏两个主题 哪两个主题 第一 贾博士的主题 第二 2020年1月11号 那个总统选举 的坐票问题 我感觉那是坐票 他为了 要隐瞒 这两大主题 贾博士的主题 跟 总统大选的坐票 可能的坐票的问题 他们 就会不断的花出政争 让国内的政坛 一阵混乱 大家就不会去讨论 这两大主题 哪两大主题 第一 贾博士的主题 第二 2020年1月11号 总统大选的 做票问题 所以说 现在 台湾人 我们心里有所 这四当 四当 会有不断的政争 会发出不断的 什么选举 罢免的 让你天下台湾 让你天下台湾的 台湾的目的是怎样 目的是 让 全国的人民 去专注到 以上两个主题 以外的主题 这是我 这是我 小弟 曾淼宏 展告书 电机博士 在这里 和我们乡亲 交往地习 和看法 如果有什么意见 来我的 YouTube里面 和我讨论 OK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谢谢 最连村 你听听的 会露好 还有你 咱们来照顾 我论天 我 好 会露我 做 中旦 如天 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